慢导体产业库存调整接近了尾声 封色厂12月份的订单渴望持续涌入 反而预期在新台币走扁 金价回档以及农历春节 拉货潮这三项利多的加持之下 包括了日月光细品 还有晶圆店等等的业者 渴望接货集单 让第四季的业绩淡季不淡